今天我要來分享的這場比賽 是一場非常有趣的比賽 這個是隊友一看到我的角色池就說 欸 我們來組個三普台 像這種要求我這輩子沒見過 好 這一球我就如同往常 按照主C的位置我就要站到籃下來開始等 結果這時候我突然感到一股暖流 往我身上撞下來 欸 結果是伏天機罩 他竟然用了我的魔法來對付我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灣耳男 今天我要來分享的這場比賽 是一場非常有趣的比賽 這個是我一開始進去在選角的時候 隊友一看到我的角色池就說 欸 我們來組個三普台 像這種要求我這輩子沒見過 所以臨時半路出嫁的三普台就此誕生 我們就來迎戰目前的狗角 藤真劍絲 還有伏天機罩 跟集訓入口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這場比賽會怎麼發展吧 當然跳球內藤是一定會贏的 那我們這邊直接第一球來個大哥灌籃 測試一下對方的實力 結果馬上就被蓋了 就知道對面好像有料喔 是會守的喔 這邊伏天打算要來打一球嗎 結果這邊呢 喔 春雨把他補掉了 沒問題啊 我們這邊就是一個火鍋的戰爭 這邊再來一個 哇 伏天這球又把他漂亮的蓋掉了 接下來我們再試一球 一點 嘿嘿 都在蓋我死去 更2.8 這時候來個一點呢 出其不易喔 然後這一球呢 我就如同往常啊 按照主C的位置呢 我就要站到籃下開始等喔 結果這時候我突然感到一股暖流 往我身上撞下來 欸 結果是伏天機罩 他竟然用了我的魔法來對付我 被這樣一撞一個後撤呢 仿佛就像找到知音一樣啊 畢竟全伺服器大概就只有我 跟他在玩這種流派的伏天機罩了喔 那麼為了以示呢 我對這個玩家的尊敬呢 這把肯定是要給他蓋爆啊 來證明我呢 伏天第一人的位置啊 大哥這邊一個箭步進去 失去灌籃 沒問題 系統不給 還得是你啊 大哥YYDS 那麼被剛剛這樣子一撞呢 我突然也想到了喔 哇 這一把呢 如果被他不小心撞到個兩次 那他不就可以無限發動剛剛那招了 哇 那是非常的危險啊 所以我隨時要小心提防自己啊 不要被伏天機到突然撞上來喔 以免呢 讓他發動那個傳說中的那招啊 變成自由的男人 Alan Yeager 好 那我們這邊大哥集滿能量 直接來個TY開心 沒問題 取下兩分 能量套大哥就是這麼開心喔 一場開三到四個大絕對不是問題 如同家常便飯 伏天現在這一球呢 左晃右晃 來個鏡頭 大哥直接一掌拍下去教他做人 伏天這個時候觀察到外面的空檔 傳給外面的藤真劍師 再取下兩分 比數現在目前來到6比6平手相當刺激緊張的一場比賽 但是我們大哥豈能接受這種結果 三步台是不會輸的 這就是打倒海南的氣勢 馬上再來一個1點灌籃被蓋下來 太可憐了 大哥在魚住跟藤真面前 魚住一個蓋藤真劍 好像毫無用武之地啊大哥 但是沒有關係 你可以蓋我 誰說我不能蓋你 伏天這邊再來一個2點灌籃 大哥一掌把他拍醒喔 來我們這邊再來一個 準備進去2點灌籃 沒問題 大哥再取兩分 兩個隊伍你來我往的各種火鍋 直接把這個比賽逐漸推向高潮啊 接下來這波進攻當然主控手一定要交給荒木 荒木這邊皮勒阿進去上了個籃 結果被蓋了下來對面持球 來這波進攻呢 大家又注意到福田又成功撞到這球 結果發動了這一招 還好啊 我這邊眼明手快直接把他蓋了下來 還好蓋下來 要不然事態就要發展成最糟糕的狀況啦 來這邊呢我們再來灌一球 沒問題 這邊把他拼了起來 再進去來一個普通的戰斧灌籃 那在這個地方呢 一定要給我們這個福田玩家 球球不見了一個大大的respect 因為呢像福田這樣子的流派 這樣子的玩法呢 老實說啊 他只能算是一個邪門歪道 並不算是一個正規的福田勝率比較高的打法 那能夠堅持這樣子高難度的玩法呢 而且還可以玩出風采 玩出華麗的流派呢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當然我自己呢 身為這一個邪門歪道的始作俑者之一喔 我當然會知道 這樣子的進攻模式呢 他最會缺什麼東西 他最缺的其實就是能量啊 所以他現在會想辦法 用各種的普通的上籃或灌籃 來想辦法取得能量 當然我們這邊呢 大哥的 直接打碎他的夢想 不 直接被魚豬貓了下來 還好有我們的二哥春雨喔 馬上灌他一個反應不及 沒問題 比數來到14比10 好 接下來這一波對方的進攻相當關鍵 可以看到呢 這邊又被他撞到了一球啊 結果這邊 真的跟不到啊 馬上被他來了一個後車 完蛋了 他已經開了第二球 接下來呢 他即將化身為那個自由的男人 我們麻煩大了 沒能蓋到比數拉回平手 哇 真的太麻煩了 接下來福田只要舉著手的每一球 我們都必須得提心吊膽的防守啊 太危險了 現在這個情況 這邊呢直接來了一個 原地戰斧突進灌籃 把人都撞飛了 嘿 又偷到兩分了 沒問題 接下來對方的這波進攻啊 就是我們能夠料想到最糟糕的狀況 縱使我用了踏步封蓋呢 還是沒能夠跟上他的這一招啊 真的太遠 後側的距離太大了 哇 真的很麻煩 來 我們這邊再來一個死去灌籃 結果對面一個鍋點沒抓著 再得兩分 現在就看呢 是你能夠守得住我的進攻 還是我能夠守得住你的進攻了 反正我們都守不住彼此喔 沒問題 來 就來平進攻火力吧 接下來這波進攻呢 我們大哥呢 準備再來嘗試一次大哥灌籃 我們這邊大哥灌籃的時候 大家注意一看啊 莫名其妙突然被蓋了一個火鍋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慢動作 來看一次這個動作啊 原來是羽柱發動了他的一個被動技能 蓋帽失敗的時候 可以隨機啊 把一個角色直接蓋倒在地喔 哇 這真的太狠了 太衰了啊 大哥灌籃居然還被對方發動被動技能啊 我們看來這邊呢是真的守不住了 還好呢 我這裡呢也能夠捨自對方喔 沒問題我們就來護蓋啊 來這邊一個天外飛現 嘿嘿 魚柱蓋到了但是系統不給 這就是大哥的威力啊 接下來對面的這波進攻呢 福田一定會想辦法再去取得能量 所以這邊呢開始嘗試各種攻框 還好我們這邊呢也能夠都把他 每一波進攻都冒下來 這邊來這個2點再把他冒下來 下來還是有福田在打嗎 還是要再打嗎 沒問題這邊2點再冒下來喔 冒好冒滿 結果這邊藤真竟然露掉了一球 該死啊 沒關係 雖然現在我們比數是平手 不過我們握有一個球權的領先喔 還是有優勢在的 來荒木這邊來了一個假上真傳 我們這邊來一個2點灌籃 再把2分塞進去 沒問題 接下來這一波對面的進攻呢 我們要很小心提防啊 會不會福田機招他又有能量啊 因為他剛剛有了一個助攻 結果呢 哇這邊一個灌籃沒有判斷到 比數又回到平手的局面了 我們這一波能不能得噴非常重要 大哥這邊要來嘗試一個大哥灌籃嗎 來這邊再嘗試一個 結果被蓋了下來 哇完蛋了 對面撿到了球啊 這一波進攻怎麼說呢 福田機招用那招吧 哇沒問題 我這邊來一個超級遠距離的跨步封蓋啊 直接預判了你的預判啊 沒問題 成功來了一個絕殺火鍋 把比賽拖進延長賽 還好最後這個普投時間到了 沒問題 我們延長加賽 光頭擁有絕對的優勢 跳球絕對是我會贏的啊 不出所料光頭掌握球權 荒木好像在搞一開場 就直接投了一個三分球 馬上失掉球權 哇完了這場比賽呢 不只難打 哇還有人在搞的樣子耶 好像怪怪的 好像有人什麼台看太多了唷 這個時候我們的二哥跳出來說 3D你搞沒關係 有我二哥在沒問題 馬上來了一個閃電超連絕殺灌籃 耶嘿 比數再次來到平手的局面 接下來這波進攻 福田還是要再來嘗試一次嗎 是不是沒有能量了 是不是沒有能量了 哇這邊再來一個攻框 光頭再度冒下來 這時候光頭已經9個主攻了 我們這邊來個天外飛仙 沒被蓋 太好啦 又來到了領先的局勢 真不愧是大哥 還得是你啊 天外飛仙永遠不會被蓋 這個時候可以發現福田其實手已經舉著了 哇這邊來了一個出手超級遠距離的鐘頭啊 那順帶跟大家講一下啊 這招因為是用靈蘭之矛發動的關係 所以它是必定會進的 它一定只能蓋下來 你是沒辦法用干擾去讓這球不進的 這球是一定會進的 所以請記得下次如果遇到這種流派的福田呢 請你務必務必這招一定要把它蓋下來喔 哇講一講呢 我們比數又來到了落後的局面了 比數非常的僵持非常的緊張喔 來我們這邊再來一個3D投籃 全場唯一的3D投籃喔 雖然說是全場唯一一顆 但是啊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啊 在這個關鍵時刻呢 這個2分是至關重要啊 來福田這邊再嘗試一個進攻 再度貝羅大哥交錯人 過到大哥這個地方已經10個主攻啦 哇我們這邊一個火鍋連發喔 來這一波進攻再來怎麼說呢 來春雨這邊一個超連絕殺灌籃 沒問題 來我們這邊領先了2分的優勢 最後一個火鍋怎麼說5秒鐘 還可以嗎 福田這邊再來打一球嗎 來這邊大哥是一個火鍋 直接絕殺比賽沒問題 哇這場比賽真的是相當的精彩刺激 緊張啊 經過今天這場比賽呢 我相信呢 大家剛剛看到了 福田這個流派呢 玩起來可以說是相當的漂亮 相當的華麗喔 縱使呢 他知道原本福田正規流派的打法呢 一定能贏下這場比賽 但他仍然呢 堅持自己的華麗的流派 我覺得大家呢 真的要給這樣子一個福田玩家 或者說這樣在玩遊戲的玩家 一個大大的respect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期見大家拜拜